一個的士司機在車廂裡偷拍女乘客為母語的照片 並上載上社交平台 隨即惹來大批網民圍攻 警方星期四艾曼已涉嫌有犯罪或不誠實取用電腦罪 拘捕涉亡的48歲姓周的的士司機 又押他返住所調查 到達大約半小時後 將他押返深水埗警署 他之後獲准保釋後查 明年1月上旬再返警署報道 據了解 警方經過年日調查 確認涉事的士司機身份 知道那個男人住在深水埗大鋪 於是派探員在附近守候並將他拘捕 探員檢走幾部手機 一部行車紀錄儀 及案發時所穿的衣服等證物 據知有人事後刪除網上戶口及有關相片 警方網絡安全及科技罪案科亦爭取時間 避免資料被刪除 過去幾天 警方利用電腦法理鑑證 追尋網上痕跡 而下一步行動 就要看看是否可以回復更多資料 及尋找案中的女事主 視網的士亦被帶返警署調查 新衣民健聯副女事務委員會主席的立法會議員 及各配法 得色的士司機被捕 直言很開心 他認為偷拍現在只是控以不誠實使用電腦 遊蕩或公眾地方行為不檢等罪 刑罰不高而且沒有阻礙作用 認為應將偷拍等行為列為性罪行 ONTV東網電視新問題不道